澳門江門同鄉會10月12日在會指舉行樹信心 同抗疫真經濟政府公布8項經援措施座談會 邀請多個行業包括旅遊運輸業、手信業、餐飲業、酒店業、美容業、醫藥、零售批發、旅遊導遊等代表與會 與會者包括會長恩瑞權、理事長劉嘉宇、監事長梁耀忠、副會長兼立法議員鄭安婷 常務副會長兼後任議員羅採宴 與會者指8項措施風業者支援有限、既政府深度調言 多了解業界苦放、支援到位 議員鄭安婷建議政府調整封低收入人士支援範圍至居民收入中位數 涵蓋今年低收入、部分失業、放無薪假或開工不足等人士 讓更多有需要僱員也能受惠、此輪措施圍繞精準扶持 時說中送炭、建議應考慮精準支援和皇馬區居民及商戶 封一催之前向政府申請貸款、現時受疫情影響 而無法營運並結業的中小微企 給予還款寬限期、分期常還之前所貸款項 還望加強支援獨居長者、殘障人士 向該等弱勢勤體額外提供7000元抗疫補貼 並增發多兩個月的照顧者津貼與合資格人士 減免全奧住宅及商鋪一年水電費及房屋稅 羅采現促請公營事業機構減免水電網費 豁免續排費、印花稅、營業稅、社保、設立上限、5000元就業津貼 鼓勵中小企聘請本地僱員、政府帶頭並推動大型企業 將工程項目訂單優先批給本地中小企 推動外賣平台收費調控減半、政府帶頭並推出鼓勵措施 推動企業提高疫苗接種率 еч輯三萬 ピザ